之前很受民众喜爱的绿烈烯 现在爆出了气氧潮 在台东县就屡屡发生 绿烈烯在马路上被碾毙 还有绿烈烯躲在民众的车内 吓坏了不少人 草食心的绿烈烯还会啃食农作物 也严重威胁到在地生态 靠近一点仔细看 什么东西躲在车里头 引起众人围观 纷纷拿出器具要把它给揪出来 原来是一只绿烈烯 竟然躲在民众车内大晒日光雨 原本是民众最夯的宠物 风靡一时的绿烈烯 小时候看着可爱 但随着体型越长越大 也掀起一波绿烈烯的气氧潮 之前中南部县市 已经被气氧的绿烈烯攻占 现在连台东街头 也出现他们的踪影 甚至还陆续传出数量太多 绿烈烯在马路被碾毙的事件 分布的状况 是否要列入移除的情形的话 我们明年度会再争取中央的金贝 不过究竟绿烈烯小时候 和长大后差别有多大 可以看到小绿烈烯非常可爱 但是登大人以后 可以长到一两公尺 甚至还有个绰号 叫做吃素的库斯拉 可能会造成农业的损失 那第二个就是 它可能会跟栽叠烯 有竞争的关系 不过绿烈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身为外来种 绿烈烯主要分布在中美洲 寿命十年以上 由于它们繁殖力强 主要吃植物为生 容易造成农作物的破坏 现在台东绿烈烯肆虐 除了危害的农作 也四处在街头吓坏民众 县府若要移除外来种 得持之以恒才看得见效果 还是得提醒民众 不要弃养绿烈烈烯 以免造成在地的生态危机 记者刘灵祥台东报导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